香港特区政府顺利完成3月4日及5日 通过包机分批从武汉接回469名滞留港人 另一千名滞留湖北港人燃点希望 香港公联会3月9日召开记者会 促进政府尽快落实下一轮包机安排 公联会新界东办事处总干事邓家彪指出 公联会接获近950宗滞留湖北港人求助 有99宗人为返港的特级个案 只有一例在武汉 其中98例在湖北其他城市 以贤宁、荆州及遗昌的人数最多 而公联会还收到27个暴称在武汉 但未能成为首批回港的市民求助 其中14人为年轻人 公联会去到现在收到接近950宗的扣作 累计是超过1500个市民 有大有小有奖有油 向我们扣作滞留在湖北 当中我们自己判断是有138个情况紧急的 我们特别向内地及政制事务局推荐 这些特别紧急的 正如之前大家可能都应有共识 孔联会现场电话联系滞留湖北港人周先生 周先生已滞留湖北两个多月 期间遭公司解雇 工伤导致的搅患伤势复发 希望尽快返港照顾女儿 而另一位滞留在实验室的港人高小姐表示 她母亲身体不太好 希望尽快回港照顾 其实我是很急着想回香港的 因为香港有个白服衣服要照顾的妈妈 在我现在被困的这段日子 我是不停地麻烦我的陆居 帮我妈妈买菜 买药 买口罩 帮我交租 我也很挂着她 很担心她 我怕她有事 我更加怕她出事 公联会指出 湖北荆州 金门及黄冈滞留港人 以陆续接到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电话及信息 料政府将有进一步行动 公联会促请政府尽快安排第二批包机 接载滞留湖北港人 并积极考虑派包机到宜昌 恩施 襄阳等机场 或以高铁等其他方案 接在湖北西部及北部的港人